另外要再帶您看到就是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將從明年一月份的時候來舉辦勞工週末電影院活動 那麼這一次的主題是以這個溫馨喜劇為主 將從這個每個週六的這個下午兩點鐘開始 分別從新莊三重板橋輪流來播映電影 而且這一次播映的電影都是這個精選的強片 像是有這個大稻辰等一個人咖啡 或者是當我們混在一起 也歡迎所有的勞工朋友們大家一起來欣賞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104年1月份舉辦的勞工週末電影院活動 以溫馨喜劇系列為主題 在週六下午兩點分別在新莊三重及板橋勞工中心輪流播映電影 預定1月10號播映大稻辰 1月17號播映等一個人咖啡 1月24號播映當我們混在一起共三部精選影片 歡迎勞工朋友踴躍觀賞 新北市勞工電影院其實已經持續辦了很多年 那當然明年還會持續 那為什麼我們會辦這樣呢?其實最主要是 讓我們這些勞工朋友在休閒之一能夠有一個 這個休閒的地方或是有一個休閒的一個活動 那所以我們現在是每個月的禮拜六都會在我們的新莊 三重還有板橋的勞工活動中心輪流來播是禮拜六的下午 那也歡迎我們這個勞工朋友可以席家代見踴躍的去參與 而且我們這個活動呢也鼓勵我們勞工朋友所以我們有幾點活動 所以如果勞工朋友去到我們不管是三重或是板橋或是新莊勞工活動中去觀賞這個勞工電影院 那幾點即慢五點的話我們會送一個小禮拜 勞工局表示為了讓工作繁忙的勞工朋友休假日能有健康的休閒活動 勞工局固定在每周六舉辦勞工週末電影院 希望藉由影片欣賞讓勞工朋友暫時擺脫工作煩惱 並且充實各種生活智能提升生活品質 參與的方式很多他也可以事先電話報名或是利用網站或是打電話 其實很方便那我們是希望就是說要來看的勞工朋友 其實事先跟我們通知醫生來跟我們報名一下 因為場地有限那有時候場地比較小的話那勞工朋友去的話便可能要贊成 那其實我們在新莊勞工活動中大概是在我們的大禮堂 所以演藝廳所以那個場地大概可以容納大概近兩百位 各場次電影欣賞都是免費入場 凡在活動期間參與勞工局週末電影院活動 可於現場加蓋活動章每人每次限集一點 每集滿五點可換發幾美贈品一個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有興趣的民眾請上新北市勞工大學網站查詢 永迦樂記者新北市採訪報導